不咽不酒,58岁男星肺癌病逝。 博士,预防肺癌这样吃。 编案,从不咽不酒,58岁男星经传肺癌病逝。 韩国男星李日载音演出电影《将军的儿子》开启知名度,又以《将军的儿子2》拿下韩国白奖艺术大赏电影部门最佳男星人奖。 去年他在综艺节目上自暴罹患肺癌第四期,当时李日载透露,平时没有抽烟,喝酒的习惯,但仍染上肺癌,让在场所有人都相当震惊。 为了不让外界担心,李日载当时也喊话,希望身体康复之后能够回归演艺圈,付出拍戏。 尽管李日载求生意志强烈,努力想对抗癌症,但最终仍不敌病魔,午日凌晨病逝医院,康复后一定要继续拍戏的梦想,也成了永远的遗憾。 早安健康章成语报道,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105年癌症登记报告,2016年台湾新增肺癌案例共有13488人,人数仅四大肠癌。 而国健署位交资讯也指出,台湾肺腺癌患者中,男性有40%不吸烟,女性非吸烟者比例更高达90%,二手烟、油烟、致癌建材,以及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都可能是致癌因素。 日本药学博士则推荐,每天3-4颗温州蜜肝,其中的Bita,饮黄素就有可能帮助预防肺癌。 每天3-4颗温州蜜肝帮助对抗肺癌。 日本内科医师大西木子也表示,根据美国研究,亚洲罹患肺癌的女性约有50%没有抽烟习惯,二手烟、建材使用失眠,下午2.5等空气污染都可能与肺癌有关。 而日本同志社女子大学生活科学部教授,药学博士山普时,则曾针对盛产温州蜜肝的静岗县1073名居民。 进行为70年的追踪调查,结果发现每天吃3-4颗温州蜜肝的族群,骨质疏松症,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的几率都有所降低。 山普时推测,温州蜜肝的健康好处,可能与丰富的Bita,隐黄素有关。 而且,根据海外医学研究,摄取Bita,隐黄素渴望降低罹患肺癌的风险。 温州蜜肝的Bita,隐黄素含量约是柳丁的10倍之多,山普时建议每天吃3-4颗,就可能有健康效果。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农业技术试点资料也指出,Bita,隐黄素是一种类胡萝卜素,体内的Bita,隐黄素浓度会受到摄取量影响。 国外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发现,血液中Bita,隐黄素浓度较高者,罹患糖尿病,风湿等疾病,或是肺癌,子宫颈癌,膀胱癌,食道癌等严重癌症的几率都较低。 日本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临床营养部长,医学博士板苍红虫也表示,人体老化,动脉硬化,癌症等诸多疾病都和人体中过多的活性养有关,而类胡萝卜素的抗氧化作用,能保护人体不受活性养伤害。 温州蜜干这样挑吃下最多Bita,隐黄素。 日本爱原县农林水厂研究所果树研究中心蜜干研究所所长,研究温州蜜干长达30年的嘉美丰也指出,挑选蜜干时也有撇步,含有越多Bita,隐黄素的蜜干通常越甜。 他建议透过以下五重点来挑选香甜的蜜干。 1. 耿乐器越好 2. 地头越黄越好 3. 橘色越浓越好 3. 橘色越浓越好 4. 越小壳越好 4. 越小壳越好 2. 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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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07. 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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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04. 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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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05. 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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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07. 07. 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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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08. 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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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07. 06. 06. 06. 07. 0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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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07. 07. 06. 06. 07. 06. 07. 06. 06. 07. 06. 0